哎呦 哎呦 他们回来了 免礼 免礼 快扶着丹阳坐下吧 怎么样啊 这一路上还顺随吧 有劳母亲挂念 一切顺随 母亲 我们有幸遇见了来游历的惠恩法师 就让法师给算了算 怎么说 法师说 我与蜀牛之人相冲 应该避开才是 那好吧 我让徐家上下凡是蜀牛的 都造了册 让他们搬到郊外的别院去住 等你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 再把他们请回来 太夫人 什么 四夫人 好像是蜀牛的 怎么会这样呢 阿妮 我觉得 这么做有点不妥 那法师说的话 未必可信 我看 还是算了吧 这件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们徐家本来就人丁单薄 子嗣 是我们徐家的 头等大事 母亲 让四嫂搬去别院 与情与礼都不合适 传出去了 还以为是我欺负她了 行了 你们都不用操心这么多吧 宽儿 扶着丹阳 赶快回屋歇着 回啊 那母亲 我们回去了 慢点 太夫人 您真的要让四夫人搬出去吗 如果她不愿意怎么办呢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呀 到别院去住 又不是永久的 暂时的 还会回来的 她要是个聪明人 那便是好 要是不懂事 你愿意到别院去住 这有何不愿意的 县主为府上添丁 可是大喜事 不过是去别院 暂住几个月 儿媳就全能失去散心了 看着你这么明事理 我也就放心了 佛祖保佑 保佑我们丹阳 平平安安地把孩子伤下来 绣元姑娘 这是姨娘要的百件 成色极好 一点瑕疵都没有 谢谢妈妈 这是姨娘给你的 代我谢谢姨娘 这些都是何处才买回来的 回夫人的话 我是西山别院的刘妈妈 特意来见夫人去别院的 这些是各房主子 让我从别院的库房 带来的东西 那既然如此 就辛苦刘妈妈了 不辛苦 别院都已经打点好了 等下人们装点好行李 夫人就可以上路了 夫人 这个刘妈妈也太 算了 她毕竟是西山别院的 管事妈妈 咱们不知道 还要去那儿住几个月呢 这次虽说是我们主动要求去的 但我就觉得有点憋屈 有什么可憋屈的 这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我就觉得 咱们这一走 心里有点不踏实 留在这里还要应付人际往来 去了别院 还难得落个清闲 别想太多 走吧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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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妈妈 这么大的事 您怎么能应下呢 这关乎徐家子嗣 于情于礼 我都不该推辞 是 话虽如此 可夫人现在在家中已是 已是步履为奸了 这一去别院 定要数月才能回来 就怕到那个时候 夫人在家中 才无理阻之地了呀 不过就数月光景 唐妈妈不必喜人忧天了 是 我也希望是我多虑了 事已至此 也别无他法了 夫人 别院不比在家中 夫人要多多保重啊 唐妈妈尽管放心 不是还有东青和琥珀吗 春歌就有劳陶妈妈照顾了 夫人不必客气 照顾忠歌 本就是我的本分 夫人 一路平安 启程 是 是 是 以后就由我服侍夫人在别院的生活起居了 有劳刘妈妈了 夫人请 四夫人 这正是您的房间了 您若还有别的需要 尽管吩咐 这房间收拾得如此整洁 谢谢刘妈妈 夫人客气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让下人们都去忙吧 我怕 今日有聊刘妈妈了 夫人有些累了 刘妈妈先回吧 那行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琥珀 你怎么连赏银也不给刘妈妈 人家刘妈妈可是用了心的 你这么做 会连累夫人被笑话的 夫人 咱们没银子了 怎么这么快就没银子了 夫人的月银本来就少 这眼看到月底 也花得差不多了 别说打赏下人的钱了 想添置点东西的钱 也没了 我 kir了 只能等待 我们撒 establishing 刘马 我们是 HAS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